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本期香土老味道的小秘密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香土 本栏目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冕播出 很多人都有记忆中的老味道 这个味道也许是一壶烫好的老酒 也许是一盘美食 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怀念与眷恋 更寄托着岁月浸润后的信念与情感 只是您知道这些老味道的背后 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呢 老味道吃 美酒加酿回味尝 我们通常会用穷江玉叶 乳饮甘露等词来赞美陈年老酒 对于爱小哲一杯的朋友来说 如果您知道了这些老酒唇齿留香的秘密 是不是更能增添一份对酒当歌的乐趣呢 说着说着 我们的毛毛这是到了哪儿了 这么大的铁增真的没见过 看见师傅们拿着波及不停地往里面添加着什么 这一波及一波及的多费事 为什么不直接往里倒呢 半个钟头就不停地这么再均匀地撒 为什么您要用波及而不用铁销来撒呢 这样出来的就口感好 一个是爆 刚才撒得非常爆 撒得非常薄 对 非常轻 轻 对 那个之间就有空隙 就能上气 它这上气非常均匀的 如果水的太磁势了 它就久上不来 有点上来了 有点上不来 有了香踢不出来 有了香踢香跑了 而且原材料的浪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所以说早香容易踢香的 早香出来了以后 这个踢香的船们靠这个装径 这个技术的 原来这就是在衡水流传了千年的 传统白酒酿造技艺 用波及装赠的操作法 工人师傅们看似不经意地用手把波及轻轻一挥 其实蕴含了很高的技术含量 要不多不少 不轻不重 这蒸熟的发酵高粱就被又轻又薄又均匀地撒在了大铁增里 而这层料的厚度轻薄可就直接影响了蒸馏出来的白酒口感 这个波及用了多少年了 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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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天天重复这个动作觉得累不累 枯燥吗 还行吧 还行啊 这没有3年5年你做不了 有那么难吗 你试吧试吧 真的 你可以试吧 不就是撒 对 你傻一说 就是撒个高粱 你可以试吧 就试吧 就这一个动作还3年5年了 对 你试吧 你可以试吧 好黏啊 这边是吧 不要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不行 这边就太厚了 太厚了 这边一会就蒸不出来酒了 是吧 这边一倒都蒸不出来 完了 那到时候蒸出来难喝就怪我了 对 我这样拿手撒不行啊 效率太低了 效率太低 那我就你看就这样了 这边撒你抬衬 抬衬 撒你的皮子抬衬 不差劲 均匀 净 过 请 骗出来 知道吧 一个动作有那么多要求啊 对 就因为这个体验 真的让我感受到 咱们这个酒的传统文化 还真的是 哪怕就这一个环节 还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的科学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没撒尿无量 所以 对 所以传承了千年的这个记忆 就是在这儿了 难道这就是老白酒好味道 流传了千年的小秘密 没有用现代化的机械代替 而是纯手工操作这个波及装赠环节 不怕费时费力 衡水的白酒酿造师傅 对传统技法的坚持和坚守 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要不怎么是毅历千年不倒的中华老字号呢 现在是多少度 现在也就是五六十度 五六十度啊 对对对 你怎么能看出来它只有五六十度 这个就看它的酒花 大它要气要欢 要灭得快 这个你看这个它已经慢了 已经慢了 这个酒花越大 然后越密 越气 越气 越欢 度数比较高 度数越高 到了后期以后 这个度数比较低了 那这个酒花你看到 面丽比较慢 度数高是说明它含的酒精就高 是吧 对对对对 酒精是因为它的密度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产生那个水花 这纯香腼甜的白酒 滴酒不沾的毛毛 居然也有点经不起诱惑了 五六十度啊 也算是高度酒 也算高度酒啊 我们来赶上 嗯 好 好颤啊 因为我从来不喝酒 好喝吗 啊 真的不难喝 啊 让它其实 低温气象 口汤气味 对 然后口流鱼香 是不是 对对对 看见这地缸了吗 由于北方气候干燥 冬季气温低 四季温差大 所以无法形成南方的轿池工艺 而采用地缸发酵 夏季散热 冬季保温 逢烙季 还能防水防潮 所以恒水白酒醇厚而不浓艳的口味 是有千年秘方的 古老的酿酒技艺复杂而严密 从选料到成品酒需要几十道的工序 而这技艺都是师父带徒弟 口传新寿研习下来的 所以当之无愧地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 回味无穷的恒水白酒贵在酿酒的精湛技艺 而这吉林辽河肯区的鹿绒酒则贵在滋补养生的上等鹿绒了 在辽河农场 我们听说这里有一副大鹿绒卖到了好几万 鹿绒卖到几千块倒也不新鲜 可是这么贵的鹿绒真没听说过 在屈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他的梅花鹿场 据说这里三千多只梅花鹿 每年下来光鹿绒就有十吨的产量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哇 真的来了 哇 太棒了 哇 哇 看这梅花鹿特别轻强 好漂亮啊 金饲料里面是含的有什么东西 有些物质 尤其是玉米和豆瓣 就是相当于散养了 对 让它处在野生状态 有利于它的体质提高 让它无论说是爬山 还是运动 对对对 有空间 另外处在一种自然状态的情况下 特别有利于它的生长 对 这就是说一种动物回归于自然 对 所以说不断地能提高自己身体素质健康 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 鹿儿们在山林里奔跑游玩 累了在树林里小气 饿了还有山下可口的草料 体型不大 毛色浅淡 但是繁殖率高 产绒质量好 遗传基因稳定 是四平梅花露的优点 看看这鹿绒您就知道了 轩老师 我听说咱们这么多鹿绒里面 有一只最贵的是吗 对 是哪一只啊 这一副鹿绒 三十斤 三十斤啊 来我抱一下好吗 慢点慢点 因为它这个是刚从冷库里拿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 特别的沉 鲜蓉冷冻以后 这个是几月份割的呀 七月二十五号 全国鹿绒协会组织的鹿王评选的时候 拿出的产品 评为冠军 也就是咱们通俗所说的鹿王 怪角 是说长的形状不是统一的了 很怪 另外还有特点 你一瞅 就像多生的一样 对我发现有点特别像珊瑚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是叫 二杠 二杠是吗 这是一副絨 就两个叉是吧 两叉的时候叫二杠 最有营养价值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特别认可的 就是说鹿绒的二杠 電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服用鹿绒的话 还是选用这个二杠的 更实惠 更精进一些 在二杠的基础上 分成三个叉 这就三叉了 对 由二杠变成三叉 这样再长大以后 就变成这样 它是这三个过程 三到七天挺泡以后 切绿绒片 一个是泡酒 泡酒 二一个就是煲汤 特别有营养 品质好的绿绒片 我们怎么来辨别呢 毛孔细密 均匀 薄厚纸一样 厚薄一样 鹿绒的滋补功效 众所周知 《本草纲目》中记载 鹿绒补肾壮阳 生精易血 补髓见骨 而神龙本草经 也记载它 意气强制 补血之功 生齿不老 补肾之效 泡了三十年的鹿绒酒 这里面的配方 到底有啥小秘密 这个药包 就是这里面拿出来的 泡了三十多年 那个酒瓶里拿出来的药包 这个成分就是 鹿绒片 鹿绒片 对 这是新鲜的 这是经过三十年的酒 泡过的鹿绒片 颜色不一样了 而且它这个药效 都已经到了这个酒里面了 还有呢 这个是葛剑 是一种那个 也是中材药的原材料 一精血 是这样的 这是黄芪 有补气 补气 补元气 这是海马 海马呀 这个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这个也是送肾阳一精血 是这样的 这三十年的鹿绒酒 可是陈年老酒 历经三十年考验 药效和保健功能 叫人植树大摩哥 看来 这陈年佳酿的老酒 能咽压群方的秘密 您是不是略知一二了呢 酒有了 差的就是下酒的菜了 吊炉烤鸭 盐水老鹅 这些老味道 又有什么秘方 选鸭 烤鸭 片鸭 精工细作每一关 金黄的汤汁 什么来做 找鹅 抓鹅 炖鹅 老鹅的配方 会何那么神秘 想要知道 香煎的七姿八味 请继续收看 香煎老味道的小秘密 老味道之 烤鸭老鹅门道多 我看你炸得好费劲啊 水泡非常敏骨 哇 这个还热着呢 大叔 热乎乎的 刚才产完蛋 这个刚下的 对 这个颠着很重 大概是鸡蛋的 一个鸡蛋的两三倍 至少是一个斤两 像一只鸭子一年下来 这个鸭蛋能卖多少钱 二百多元 冯师傅家的鸭子 也就一千多只 可是整个双山鸭厂 却有八十万只大肥鸭 每年能有五六百万元的收入 我们知道这儿养鸭的历史悠久 可是这烤鸭好吃的秘密 会是什么呢 潘师傅 您这个汤汁里面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白糖熬制的 它上次的效果特别好 另外能达到 让那个鸭皮更加酥脆一些 现在是金黄金黄的 真有馅果 而且到时候 那个口感也肯定会特别好 口感好 甜甜的也有点 有甜香味 每一只烤鸭 之前都必须这么来 对 这个焦是吧 都得去经过这道手去 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啊 两小时以上 这里面烤箱温度 大概是多少度啊 200度 200度 必须是这个温度吗 是横稳 要烤多少时间 烤60分钟 60分钟 哇那还挺长时间的 对 原来 吊炉烤鸭好吃好看的 小秘密就在这儿了 浇上白糖熬制的汤汁 是不是又学一招 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金黄酥脆 皮香肉脆 本耳不腻 据说咱们这个 潘师傅啊 能在八分钟之内 把这个鸭子 片成108片 现在的时间 大概是11点 25是吧 是不是能在八分钟之内 片出108片 我们可是要数的 限量十字 奇迹的十字 我发现这每个事儿 都像特别薄啊 都非常坚密 对 片压子的时候 就基本上要 带肉带皮 是吧 刀刀带油带皮 据说这108片是因为当时 是从山东那边传过来的 咱们都知道 山东有108酱是吧 108个人要吃到鸭子的话 必须是令人吃一片 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 每人有一片 11点31的样子 也就大概6分钟 你看这两盘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不多不少 它是摆排的 技术非常娴熟 太棒了 你看摆得也很漂亮 是吗 而且片数 刚才您也数了 54片 您那54片 我这个也54片 对 您最快的时候几分钟 最快的时候4分钟 您怎么练成这么好的手艺的 长年累月 真的啊 其实就是熟能生巧的 一个过程是吧 对 这片片带肉 片片带皮 还得在8分钟内片完 这可是30年 滴水穿石的功夫 每一片鸭肉都厚薄均匀 不光美观 而且蘸酱入口 口感爽嫩 关键是饱含了师父 30年的心血和智慧 所以辽和肯区的 吊炉烤鸭 无论是从选鸭 烤鸭片鸭上 都彰显了老味道的本色 精工细作每一个环节 历经岁月的洗涤 仍然不改精细的本色 所以对于当地老乡来说 要的就是这个味 要的就是这份讲究 而对于水乡高油的 灵堂老鹅的食客们来说 老味道的秘密又在哪呢 阿姨到了吗 到了前面 前面到了 好看呀 家里布置得好漂亮啊 阿姨你好 这是我青年 这是我青年吗 谢谢阿姨你好 你好 这是老鹅 老鹅 这个是做好的还是 这是成品 成品 老成品 一定很好吃吧 对 很酸 很味蜜 很香 原来陈阿姨做的这拿手菜 就是灵堂盐水鹅了 在灵堂回族乡 可是金字招牌 堪称一绝 据说这灵堂老鹅 可是清乾隆年间的 宫廷贡品 采用土法腌制 曾出现在 红楼梦的贾府菜谱当中 你说牛不牛 毛毛今天有福了 真的啊 既然手艺这么好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学了吧 不行 这不行 我家没鹅啊 没鹅 没有那怎么办啊 没有 你没想办办 让我想办法 让我想办法 对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跟你学做这个鹅的话 就必须先找到活的鹅过来 对对对 就不做学奴费了 有付出才有收获 做等美味可不是咱的风格 说找鹅就找鹅 听说咱们高游户旁边的这个肥鹅 就特别的多 我今天就过来看看 而且关键是我请到一位高人 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高游户旁边 王老师 你好 王老师你好 你好 您已经早都过来了 你好 我们高游户有11万个足球场这么大 11万个 对 难以想象 那它总面积到底有多大 780平方公里 780平方公里 在六七百平方公里的高游户 寻找大鹅可不容易 虽不是大海捞针 却也是千头万绪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菜市场那么多鹅可买 为啥非得来高游户找呢 您不知道了 这高游户是江苏第三大淡水户 水里的物产实在丰饶 光鱼就有60多种 肥美的湖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湖中有丰富的水藻和浮游生物 而这些都是灵堂鹅们最天然的食材 灵堂香又以三面还水之势嵌入高游户 进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最优质的大鹅当然要来这里找了 前几天在那儿全是鹅 那现在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古鸡这两天降温了 你听到鹅的声音吗 古鸡不会多远 古鸡赶回去了 仔细听还真有鹅叫 但是呢就是看不见 看不见没事 一会儿肯定会把它找到 几经打听 在老乡的指引下 毛毛来到了高游湖畔的灵堂养鹅农庄 看见没 这里的鹅多得数不清 再也不用发愁 找不着鹅了 在高游湖的旁边 我们终于打听到了 赫赫有名的鹅司令乔大爷 乔大爷你好 你好 乔大爷我想问一下 总共这个养鹅场里面 大概有多少只鹅呀 一万多 一万多 哇 所以您这个养鹅也是非常辛苦的 好漂亮真的 你看这个湖水啊 浅蓝色 然后这些鹅是雪白雪白的啊 红掌波青波啊 是不是 非常的好看 像白云一样漂浮在碧波之上 美轮美奂 湖中丰富的水枣和浮游生物 就能让这些大白鹅饱餐一顿 顺便还洗了个澡 清清爽爽过一天 不过这些大白鹅看着中后老师 要想抓住它们 可是得斗智斗勇的 咦 大爷怎么提着棍子就来了 有点吓人呐 抓大鹅的独门秘籍 到底是什么呢 哇 哇 看见没有 我们大爷好厉害呀 在这边养鹅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带鹅呢 它有它们自己的一套方法 大爷虽然用了棍子把鹅按住 但是没有伤到它 对对对 虽然大爷年过六十 但身手敏捷 毛毛抓起来就很费劲 因为怕弄疼了大鹅 一直不敢下手 很明显 公鹅个儿大脾气也大 母鹅身材娇小 但温顺多了 听老人们讲 在清朝的时候 扬州官员就曾经用盐水鹅 招待下江南到扬州的 康熙和乾隆皇帝受到赞誉 盐水鹅这么大的名气和人气 更让毛毛想早点学会这门手艺 得到大家的肯定 毛毛心里美滋滋的 只是这盐水鹅是古法制作 工艺讲究 而精华就在这老鲁上了 配方神秘门道颇多 阿姨肯传授给毛毛吗 白子 白子 这个我们知道是 草果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 扩然 这个是八酱 对对对 那这总共也才四样是吧 阿姨您这个老鹅汤里面 就是四样东西吗 不是 不是啊 六样 六样 那就还有两样是吗 它是保密的 那你那两样告诉我们呗 不会告诉你的 阿姨你就告诉我们吧 看我们抓额这么细 不是 它不是这次老 原来是有五香是吗 你是觉得有丁香 我觉得有盐在里面 哈哈哈哈 太悬了 盐 是 特别特别的咸 因为它是老汤 它是老汤 它没有换过 它基本上天天往里加 是吧 对对 特别特别咸 对对对 那个阿姨你看 刚才大家说有丁香 茴香 哎 小茴 对 小茴香 应该是有对的吧 有对的 看来今天这个秘方是得不到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 您觉得这灵堂老鹅汤里还有啥秘密 欢迎开动脑筋一起来猜 把处理干净的老鹅塞进特殊的配料 就可以放进大锅焖炖了 在灵堂回族乡 很多家庭一家三代都吃过陈阿姨的老鹅 这老鹅里有太多的爱心和故事 给一家人常年的做这个老鹅汤吃 对 我家孙女最爱吃了 你马上在那花学回来你就看到了 她长得好大 而且吃老鹅吃多了 孙子还说啊 我奶奶做老鹅最好吃 最好吃的老鹅奶奶 老鹅奶奶 其实我们在品尝这个妈妈做的菜的时候 我们品的不只是这个菜的味道 而是这个妈妈深深的爱 是不是 对女儿的爱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是不是 其实小的时候啊 我老是在抱怨 我的妈妈做的菜不好吃 但是长大之后啊 我走了很多地方 然后也尝了很多美食 我才发现啊 我最思念的还是妈妈做的菜 时间不早了 老鹅也快炖好了 赶紧尝尝去吧 小鹅气腾腾 好香啊 香气四溢 十里飘香是不是 估计现在村里 都知道我们家炖鹅了吧 对 好香啊 好香啊 隆重推出咱们妈妈做的菜 陈妈妈做的 楼水的老鹅 对 品尝这醇厚流香 浸润着岁月气息的老鹅 大家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 对于陈阿姨一家来说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天伦之乐了 我们发现任何一种 民间的老味道 之所以千百年来历久弥新 能经得起老百姓舌尖的检验 都是那一代代的手艺人 经过岁月的打磨 对记忆的执着坚守换来的 我们希望这种手艺能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也希望这种老味道能一直营绕在我们身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 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满的满字 在南北方各有什么不同理解 夏季吃野菜有什么讲究 去新火喝什么代茶饮 三下大忙时节 为什么要记车神记残神 初夏养生 您做对了吗 下期相图 我们一起看看 小满节气里的生活智慧